台中午后三点多太平区开始下起冰雹雨 大大小小颗的冰雹夹带雨水从天空降下 民众几乎平地也会下吗 我这里也有冰块 难得看到冰雹民众兴奋拍下 一颗颗冰雹打圆一块钱的大小 不只打在地上连同铁皮屋顶 也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就连在球场上也出现冰雹 拨小棒球队练到一半 小朋友立刻丢下球具 专注接冰雹玩得超开心 太扯了吧 一堆冰菜在场固上 台中太平24号高温达35.2度 热队流旺盛加上地形复杂的影响 受热差异大形成激雨云 在这大热天意外下起冰雹 同样是气候造成的奇景 南投虎头山林城云层 树道气流不断交错涌动 另外在五界山顶 白云蔓延整个山谷 搭配日出茶园的美景 就像一副绝世画作 美步伸手令人赞叹 记者曾伟祥阳 伸鹏与飞 台中南投采访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